這個叫智慧型合成 這個單立檔案我有放在兩個下面 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在FDD上 我剛有放上去的 一個是這邊 等一下我們還有一個 這裡是電子書的部分 所以有放兩個 那什麼叫智慧型合成 你看我們常常在拍大合照 或者是拍那個 比如說你拍街均也好 有時候就是這樣一個群情 你需要拍那個 比如說像我這個叫國美展 那我們需要拍大廳比較沒有人的 可是你要完全沒有人 你搞不好 會想去火車站嗎 請問你去火車站你可以跟 Stop 我先拍一下 聽場一下 搞不好 沒有辦法 各位 那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稍微利用這個功能 那另外一個情形就是 比如說我們常常在拍大合照 各位團隊有沒有常常遇到一個情形 還大合照 有些人不小心眼睛是閉嘴的 好 那我要問一下 比如說我們一定都想要拍兩張 兩張到三張 可是你 好 我要提到這一張 可是那個 這個最佳人是閉嘴的 另外一張眼睛是這樣拍的 那你要取捨 有些人的虛擇 有沒有 這個時候這種所謂的智慧型合成就很好用 它可以幫你去如神經 會幫你把他兩張合在一起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建議各位 你以後你可以試看看 你們智慧相機有沒有用過連拍的功能 有沒有 有嗎 有嗎 沒有有可能這樣阿爾爾曝光 那就不見得沒台相機都有 但是資甲連拍一定會有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你可以用連拍 當然最好現在腳架還是最好 因為這樣那個角度就不會晃 你知道嗎 角度就不會晃 但是現在做調效果會比較好 你如果有用連拍的 他應該不會連拍三張 三張被地下吧 那應該是他原本就沒看他眼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你對它幾張,等於最後打到有的,盡量是全部都表情都黑的 那這樣就可以拿了 你看,當你下載完了之後呢 你就把它波通這個打開 波通這個在這邊,很久沒用了吧 打開之後呢,你把那三張照片把它叫進來 你看,這樣把它叫進來,丟進來裡面就好了 好,那這個是已經做好的,我給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一張,人好像傻一點 這裡,今天我拍的時候,他們都在這裡 他們不走,有沒有辦法 但是你看一下這裡,有沒有,現場比較寬了 對不對,那你看一下這邊,你看原始的 原土在這邊,有沒有這裡有人 這裡,這裡是第二人 第三章,是第二人 對不對,但是其實我因為沒有用腳架 所以事實上那個有點晃動 有點晃動 但是你可以把它三張合起來就變這樣 這樣了解一個 所以你先下載一下我們的身頭一下 打開這三張之後呢,你挑哪一張都沒有東西 好,你點到任命中,從相片裡面 有沒有叫做智慧型合成 智慧型合成 好,智慧型合成 那你從這邊就可以進來 事實上它裡面有三張功能 一個叫全景就是什麼 當你打幾張照片 有沒有看到那張這個廣角的照片 或者像親民善和圖 那麼長 你怎麼有辦法 全部 就是一個效能 就全部包進來 你就要分很多次 那就 之前前景就是 把多張拼成一張 這樣了解 那擺動那張尾的話 就是我們一張所謂的包圍曝光用的 我們之前不是有問那個 打光啊 有沒有 那個 施惠的 你去做那個一一幾個調整的 那就是用這種方式 那我們就要叫做智慧型合成 本進來之後它會提起你 可以的話 最好是有相同的光圈、快門跟ISOS 也就是說 這些數值相同的話 你的照片 基本上 顏色啦 那些都會是一致的 所以裡面內容會有 就是畫面上會有差異 雖然這條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它會提起你 好 OK 進來了你看 有沒有像那種 一二三 那 這裡面呢 我們先看一下右手邊 其實我這幾張 剛好有點斷帶了 其實比較好的方式 像我剛講 明教室用腳架 這樣 沒有移動之下 你會更好做 好 那麼 本來我們應該是可以猜測偏移 不過我關心這樣你會覺得再怪別嗎 所以我這邊我就不要了 我們來看 你看這邊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刷除跟刷入 什麼叫刷除 這是不要的 刷入呢 最重要的 你不能剛好弄掉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挑乾 乾就是主要的 那我把他就是用刷入 刷住 那麼無藥的地方 我們就刷除 好你看呢 我們這裡有三張 我先針對刷除的部分 你看 這個裡面 你底下還有制度的條件 好 你就先 你第一個動作先在他不要的地方 有沒有 好 好 那第二張這裡有不要的 對不對 等於說你去把每一張要的地方把它定義出來 好 哪裡是不OK的 這裡還有一個人躲在後面 我有看到他 對不對 好 那麼你現在有一個東西 哪個部分需要的 這裡也不要 對不對 這裡也不要 那麼你就可以團隊裡面挑一張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其實這樣不只是三張 你可以 比如說有他的五張 他的十張 你可以再去買 好 那我們現在假設我以這一張為主比較喜歡 那我就傳這邊 我要按下路 好 這裡就是我要的 我把它塗一塗 對 你要的這一張 有沒有 這是我要以這一張為主 對不對 我其他張我不要 那這個呢 你就幫我保留下來 因為我的鏡頭是讓有點晃動大 所以 本來來講 我們這個以前的換袋 事實上不用做這個動作 不用做這個動作 可是因為是要鏡頭換袋 所以我不可以 我必須要把我要的地方 我要拜託他 有沒有 我是要這些 然後 其他的這些地方 你看 這個地方 有沒有 都不會抓住 因為我這一張 要代表的是其他兩張 那些人都不要 對齁 好 所以 沒事之後 就按下面這裡 有沒有 支援請合成 你接他合成給你看 哇 住址有點歪歪的有沒有 因為那邊合成沒有符號 可是下面這邊有沒有 發現那個人不見 這樣你了解嗎 好 那你就 不滿意 沒關係 再按一下 他就回來了 我們強心把 你看我剛住址這邊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把你一樣的 你就不要過去 讓他留下來 因為這些是好的 數字 好 你再看一次 有沒有再好一點點 這樣你知道的 所以說 像我剛講的 大核賽 就會出現了 就是有些人眼睛沒有張開 這樣就遺憾中生了 如果你去那個畢業站的話 都可以批推古舊 所以我們多拍幾張 就可以試看看 好了 我打他就反應給你 你現在試過之後 應該就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說 用這個方式 就可以拼測出一張 會比較完整的 有時候我們沒辦法 受限於你的 融資實地 一些限制 那我們利用這個方式做好 那你要確定之後 他就會把你合成成新的一張 你原本要招待會不會斷大 還會維持 那他會變成成新的 所以你不能做的會不見 這樣了解了 好